鬼哥说电影 一个只爱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大家好我是鬼哥 虽然在英国恐怖电影系列选了200部之多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看密 其中的类型十分丰富 前几天已经发布过丧尸 鬼屋 密室 杀人狂 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 只在西方存在的恐怖物种 狼人 接下来鬼哥为您解说爱之咬痕 影片开始 两个女孩在月圆之夜 来到野外露营时 遭遇到不明生物的袭击 最终惨叫着痛苦死去 接下来长着一头金发的男主吉米 正式登场 此时的他正在和另外三个好基友 在快餐店聊着明天下午的狂欢聚会 认为在那里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女人 破掉自己的处男之身 这四位资深的屌丝 平日里最大的话题就是女人 认为自己已经成年 需要做些特别的事 哪怕是看到快餐店里的服务员大婶 屌丝们也会上前调戏一番 他们总觉得这样很酷 转过天四个人打扮帅气的来到聚会地 尽管他们之前并没有受到邀请 可为了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女人 还是无比自信的进入狂欢现场 在里面看到那些漂亮性感的女生后 一个个的无比兴奋 决定分开行动 彪悍的胖妞看到吉米后眼眸绿光 直接来到她的面前 表达着自己的爱意 诉说着身体的饥渴 想要带着吉米去外面实战 就在吉米被吓得不知咋样应对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门后见到了两名警察 胖警官让他告诉派对里的人小点声 他们不想再接到邻居的投诉 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 吉米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伴 只能羡慕的看着其他男女乘上入队 她的三个屌子好友也同样战况不佳 在派对现场像小丑一样遭人耻笑 临近午夜 吉米倒是遇见了一个心仪的女孩 对方名叫朱莉 是一个专位博客写文章的旅行家 两个人正聊得开心时 朱莉突然注意到外面夜空中的满月 立刻告诉吉米有事离开 彪悍的胖妞找到了屌丝阿呆 两个人正躲在外面的树林里准备亲热 出出茅庐的阿呆把手指用力插进肚脐 导致胖妞当场晕倒 阿呆的破除之旅到此结束 参加派对的小仔成功的约到了 个子高高的美女 可关键时刻却发现忘记携带保护措施 无奈下只能独自回去寻找 当她拿着套套重新来到树林时 被一个不明生物撕咬着扑倒 此时的月亮正圆 吉米回家后打开电脑 在朱莉的旅行博客上留言 表达着自己的好感 并希望能够再见到对方 可是她却没有想到愿望这么容易实现 吉米的妈妈是开设旅馆的 第二天早上她在为客人送早餐的时候 发现那个朱莉就住在自家的旅馆中 这让她欣喜不已 当朱莉提出让她带着自己出去转转时 吉米开心的同意下来 离开朱莉房间后 被隔壁房客老汤姆叫住 对方警告她离朱莉远点 但吉米却完全没有理会 当天下午她如约的带着朱莉 在这个临海小镇上四处闲逛 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 坐在街边的长椅上准备接吻时 被赶过来的警察打断 昨晚的派对后有人失踪 他们正在四处寻找线索 恰好当时吉米也在那 因此胖警官怀疑在那出现过的每一个人 与朱莉分开后 吉米和其他三位屌色好友 来到镇上的游乐场寻找猎物 尽管一直都没有成功的约到女孩 可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别担心! 给你帮我留下! 我扩着你! 不如你帮我! 我不要放下! 你帮我离开! 我帮你把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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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h,oh,oh,Thanks,Obugs Do you wanna hold my hand? Oh,that form all back to watch then Both at the same time I call it a sister seesaw Spikey! 夜深三场吉米回家后 敲开了朱莉的房门 可在房间里的并不是朱莉 而是老汤姆 对方告诉他朱莉已经退房了 吉米回到卧室 在朱莉的伯克里留言 请问对方去了哪里 载眼他可以找到他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 他收到了朱莉的回复 告诉他老板安排了新的住处 随后吉米根据地址 来到附近的森林 朱莉就住在里面的一栋木屋 他远远的看到老汤姆也出现在这里 鬼鬼祟祟的在房门上 用油漆画了个五角星 回到家里后 吉米找到老汤姆 想要了解他为什么去找朱莉 可在对方的房间里 却见到了很多奇怪的物件 立刻对老汤姆的身份产生好奇 老汤姆拿出之前 搜集到的各种资料给吉米 对他说起有关狼人这个特殊物种 目前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狼人 是古希腊国王 狼人会在满月之夜 杀死并吃掉畜子之身的人 可以在一英里之外 就闻到畜子的味道 而他之所以在门上画五角星 就是为了抵御他 老汤姆是一个四处 搜寻狼人的猎手 可他找了一辈子 都没有找到一个 现在老汤姆认为朱莉就是狼人 他警告吉米离那个女孩远点 第二天吉米在宽线店 找到了正在泡妞的两个好友 询问他们是否知道 大个儿的下落 大个儿已经失踪一周了 阿黛认为大个儿 有可能出去找工作 不需要担心 况且他们还给吉米 安排了一个女孩 对方正是那个彪悍的胖妞 吉米想走也不太容易 胖妞始终都对他虎视眈眈 天黑后 三对男女来到海边 用于游客休息的空房子 准备在这里 结束他们的第一次 可是这美好的愿望再次落空 又是那两个负责巡逻的警察 对方认为他们还未满18周岁 禁止晚上出来 在公共场合喝酒 当胖妞拽着吉米 准备逃走时 被胖妞官叫住 胖妞无奈的转身 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她是胖妞官的女儿 现在的吉米 在胖妞官眼中就是渣男 吉米和朱莉 如今又来招惹自己的女儿 她严厉的警告吉米 以后不许碰胖妞 慢慢的吉米发现 朱莉仿佛消失了 电话打不通 房子里没有人 博客不回复 生活仿佛又回到之前那样 每天都重复着前一天的事情 缺少了大个的屌丝 二人组阿呆和小帅 虽然经历了几次的破除失败 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积极性 两个人把目光 放到了快餐店大婶身上 时不时的在店里挑逗对方 这天中午 吉米收到了朱莉发来的短信 与对方见面后 主动的表达了爱意 他担心朱莉会再次消失 而朱莉也坦诚喜欢和他在一起 只是工作原因导致 地区时不时的离开一段 在纳兹派对后 镇上共失踪三个男孩 胖警官对此倒不是特别担心 他认为是孩子们 趁着学校放假 去其他地方打工或者旅行了 这个周末 吉米约好和朱莉见面 可刚刚走出家门 就被老汤姆拦住 这天刚好是月圆之夜了 他认为初男吉米最应该在家里躲着 可吉米压根就不信那些狼人的传说 在公园与朱莉见面后 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主动的凑上去与对方亲吻 夜空中的满月已经生气 朱莉推开吉米准备说出自己的身份时 被突然出现的胖妞打断 抓着朱莉的头发狠狠的训斥着 认为他抢走了自己的男人 皇称吉米已经碰过自己的特殊部位 更是他的未婚夫 朱莉听后非常生气 他不想成为别人的第三者 受警官在检查失踪者的资料时 发现每个人失踪前后的附近监控里 都拍到了老汤姆 第二天早上吉米来到森林木屋寻找朱莉 向他当面解释昨天胖妞的事 可对方完全不想见他 吉米无意中注意到墙上的地图 做着特殊标记 并且写着失踪者的名字 回到家后找到老汤姆提醒那张地图 他已经相信了地方 老汤姆说三个月前 我就在匈牙利的村庄 看到过那个女孩 就在同一天晚上 一对年轻男女失踪 现在这个女狼人又来到这里 吉米还有24小时的时间破处 不然的话 他也是狼人的猎伤目标 起床后对着镜子 进行了一番精心打扮 他需要尽快找个女伴 走出家门后 彻底的放飞自我 对着陌生女孩主动上前搭讪 可他悲醉的发现 总是以失败告终 无奈下吉米再次找到 对他有所启毒的胖妞 两人来到桥下 二话不说直接脱掉衣服 准备进行一番切磋 结果在关键时刻 又被突然出现的巡逻警打断 赤裸着身体的吉米 躲在桥柱后面 胖妞担心警察告诉爸爸 只能穿上衣服 随对方离开 吉米发现 她的衣服也被胖妞拿走了 只能找东西遮挡住关键部位 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好友大哥 他并没有被狼人杀死 而是受不了其他人 嘲笑自己是处男 独自跑到阿姆斯特丹的 红藤区破处了 两个人正说话的时候 从旁边的灌布丛里 冲出一个狼人 吉米和大哥被吓得 大叫着转身逃跑 狼人也追着他们 跑到公路上 吉米回到家里后 找到老汤姆 对方已经知道 狼人出现的事 并且准备好了 各种消灭他的武器 不管是子弹 还是剑女 都是银制品 只要射中狼人的脑袋 就能杀死他 可老汤姆已经没机会了 兽女官以涉嫌绑架罪 将他带走 老汤姆盯住吉米 让他拿着武器 去消灭狼人 吉米立刻骑上自行车 来到森林墓屋 见到朱莉后 举起手枪 想要杀死对方 朱莉对他说 自己并不是狼人 而是和老汤姆一样 是狼人猎兽 之所以四处流浪 就是根据 月相的变化统计 来搜寻狼人 同时帮助那些 被狼人盯上的处子目标 毕竟狼人 只对处子之身下手 朱莉的办法 就是和那些男孩亲热 破掉对方的身体 那样狼人就不会杀他了 吉米听后非常失望 他认为朱莉 与那些妓女 没什么两样 而且对方在今天 这个月圆之夜 很有可能会和 自己的好友上床 吉米决定阻止这一切 当他找到阿呆和小帅时 对方恰好和几个女孩 在一起 看到吉米的出现 更是意气的 分给他一个 吉米也不想 自己成为狼人目标 忘掉平日里的害羞 主动亲吻女孩 就这样三个屌丝 准备在这间房子里 彻底的结束第一次 但现实总会不断的打脸 这几个哥们 又被冲进来的狼人打断 所有人被吓得私下逃团 吉米拿出老汤姆的手枪 对着狼人开了一枪 被打伤的狼人转身逃跑 而小帅发现 刚刚被狼人抓伤了身体 这也就意味着 他会变成狼人 立刻让吉米开枪杀死自己 就在吉米犹豫不决时 小帅痛苦嘶吼着 发生变异 吉米对准头部 扣动扳机 变身狼人的小帅 倒在地上死去 老汤姆这边 趁着寿警官抓捕 其他犯人时 从警车上逃走 吉米找到朱莉 对他说起刚刚的狼人 并且向他透露 自己也是处男的事实 朱莉听后 决定先帮他破处 带着吉米来到自己的住处后 正下碰到过来 追杀他的老汤姆 对方始终认为 朱莉就是狼人 就在他们互相辩解指责时 房子外面传来了警笔声 寿警官是过来 抓捕老汤姆的 连带着认为 吉米和朱莉也是同伙 三个人无奈的 面对木屋双手抱头 可寿警官刚刚走到 几人面前 就被身后突然出现的狼人 给杀死了 听到吼声的吉米等人 立刻转身 狼人对着夜空中的满月嘶吼 然后准备杀死朱莉时 闻出他已经不是处子之身 便随手把他甩到一边 他一直转过身对付其他人 举起老汤姆之后 对着地上的铁杵扔去 使他当场被插死 吉米被吓得立刻后退 眼看着追上来的狼人 要对自己不利 他拔出扎带树上的银剑 刺进狼人头颅 狼人堂得大声嚎叫 最终倒在地上死去 吉米发现变回人身的狼人 就是住在他们旅馆里的客人 可在这场厮杀中 朱莉也被感染了 刚刚狼人伤到了他 吉米为了心中的爱 不仅没有开枪杀死对方 反而拽着朱莉的手指 抓伤了自己 他要和朱莉一起变成狼人 满月高高的挂在夜空 已经成功变身的吉米化身狼人 在朱莉身上完成了第一次 画面不可描述 必须遮挡 大家脑补 电影到此结束 首先鬼哥在此进行重点推荐 陷入骗荒的小伙伴 可以去搜来看看 实话说不算恐怖 但非常搞笑 喜欢鬼哥解说的朋友们 点赞关注转发吧 谢谢大家